告诉他的门徒们和彼此 他要在你们之前往前离离去 在那里你们将见到他 正如他告诉过你们的 他们浑身颤抖惊慌失措 从墓穴出来就逃跑了 他们因为感到惧怕 什么也没有对任何人说 在一周头一天的清晨 耶稣复活以后 首先想莫达拉的玛利亚前行 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了七个灰火 他去告诉那些 向来与耶稣和一起的人 他们正在飞上飞 听见耶稣哭了 又被玛利亚看到了 却是不相信 这些事 以后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乡下去 在路上 耶稣以另一种倾向向他们显现 他们去告诉其他门徒 那些门徒也不相信他们 后来 那十一个使徒吃饭的时候 耶稣向他们显现 并斥责他们的不幸和心理刚硬 因为他们不相信那些 在他们的目的目标 看到他们的目标 耶稣给他们说 因为要到全世界去向万人传福音 信而受洗的人将会得净 不信的人将对对净 这些神迹将伴随着信的人 将奉我的名驱赶鬼脱 说各种新的语言 对护蛇类 即使喝了致命的东西 也绝不受害 按手在病人身上 病人就将痊愈 这样 耶稣被他们说完法以后 就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边 名徒们就出去到处传 主与他们一同工作 并且借着伴随的神迹 正是这段语 这段语言